大家好 今天分享一个家常葱油鸡的做法 首先准备两个鸡腿肉 先把骨头去掉 然后切成长条 最后把它切成小块 切好之后放入盘中 加入一茶匙的盐 一勺少新酒 少许的胡椒粉 半勺玉米淀粉 然后把它抓拌均匀 放在一旁腌制10分钟 准备四斑大蒜 先把大蒜拍扁 再切成蒜末 准备一把青葱 先切葱白 再切葱叶 全部切好之后放入盘中备用 把葱白和葱叶分开放 碗中加入一勺酱油 一勺蚝油 两茶匙的白糖 再加入100毫升的清水 把它搅拌均匀 热锅倒油 油热之后放入鸡肉 用中火慢煎 把鸡肉煎至两面金黄 鸡肉金黄色之后放入蒜末和葱白 把它翻炒爆香 炒香之后倒入酱汁 继继续把它翻拌均匀 把酱汁烧开 盖上盖子焖两分钟 最后再放入青葱叶 快速的把它翻炒均匀 就可以出锅啦 香喷喷的家常葱油鸡就做好啦 葱油鸡这样做 滑滑嫩嫩的 超级好吃 非常的下饭 做法简单容易 三分钟就能学会 如果你喜欢也试试吧 喜欢我的视频就关注我吧